哈喽大家好我是武武今天呢要來和各位分享這個 奇巧蛋吧OK他不是 我們大家所知道的這個劍達初級蛋他是另外一個品牌叫應該叫奇巧蛋吧OK好那 劍達初級蛋的話呢 他在最早期他是一個 就是一個 兩片巧克力外殼 就裡面有一顆黃黃的一個 裡面有一個黃黃塑膠球 然後裡面是包應該這樣講 最外層是巧克力 然後那層是一個黃色的一個塑膠殼 塑膠殼裡面是一個就是玩具喔OK那到現在他已經變成就是變成兩個塑膠 現在的劍達初級蛋是 兩個塑膠殼在最外層然後呢你把它撥開說一邊是 放巧克力一邊是放玩具所以 還有一個問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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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 就是有一期 把它撥成兩半之後 其中一層的那個模式塑膠模式上面有問號問號吧 然後那個撕開裡面就是玩具那另外一半的話撕開則是一個 就是 巧克力然後上面有兩個巧克力球 它是一個感覺很像巧克力醬 就很甜 比以前這個已經夠甜了 他那個 現在的劍達初級蛋又比 早期的劍達初級蛋更甜 OK所以我 第一次吃新的劍達初級蛋我就再也不吃 那個劍達初級蛋了 因為 以前的早期的那種 樣式的劍達初級蛋已經 再也沒有出現了 那 今天各位介紹這個 奇巧蛋的話 它那個 包裝方式跟劍達初級蛋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就很懷念 所以就去買了 OK 好那它是在7-11有賣了 那就我們家離7-11非常近 所以就走路去一下 其實就OK了 好 那這個 呃 當初 我去7-11的時候它是有 兩盒這個 呃 玩具總動員的這個 呃 玩具總動員的這個 奇巧蛋然後 兩盒應該是叫大英雄天團吧 的 電達 奇巧蛋 不是劍達 這單的奇巧蛋它不是劍達的OK 好然後還有兩盒我有點忘記了反正應該是 我已經有點忘記我當初看到什麼反正我只專注於這個 呃 玩具總動員的這個 奇巧蛋上OK好那 呃這個奇巧蛋的話我把兩個都買起來了所以 我們先看一下我之前有抽到三個 一盒裡面是有三個 呃之前的因為 就 實在是太惡了 所以 就先吃掉了 好那其中一個我抽到的是這個 這隻暴龍 有出生在電影裡頭可是我 反正它其實裡面的角色都有出生在電影裡頭啦 就是 這個角色的話我已經 有點忘記名字了其實多半很多我都已經忘記名字了就 呃反正 反正我 知道他 我知道這個角色可是我 就是忘了不知道為什麼反正就是 空了OK 好然後呢還有一個是所以死了OK 一個女性角色OK這裡面 其實這個是女的還是男的我已經 應該這個是女的反正就是 兩個女的吧這應該兩個女的 OK 好那他是就是那個女性牛仔 OK那給各位做個展示好了 我看臉的話我覺得做的有點 太 嬰兒了OK而且有點 肥肥的這樣而且他的這個嘴 啊不是他整個臉感覺有點稍微偏 OK 就是做工上的話我覺得還好反正他是一個 就是一個 巧克力蛋裡面包的東西 OK 好 但應該不會太精美 可是塗裝上的話再來 不錯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爆爆熊OK就是點裡頭那看起來 好像是 很善良結果他是一個壞蛋OK好 那他一個眼鏡的話這邊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 哎 反正就是塗裝就是塗得不好 那這個模樣卻還挺舒服的啦OK 好就是那種熊的 感覺OK 那邊有個小尾巴 還有那一個拐杖他是一個小蓮的喔OK好 目前我前一盒說到是這三款那給各位這三款就給各位做一個展示就好我們先把它放到旁邊去OK那今天是來看樣子這裡面還有三顆這個我還沒有拆 剛從冰箱拿出來所以裡面巧克力可能稍微有一點點硬OK好那先給各位做一個展示上面的話就是 裡面所有內容物的一個圖片喔 OK這邊還有五款是 呃金色的版本喔OK 那一個是胡迪然後一個是 巴斯光臉還有這個 三眼怪吧然後還有這個泡泡熊還有 翠絲OK 好就這五款是金色那目前我前面那盒都沒有刷到半個金色希望這盒不要 是 完全三個一樣OK 好那他就是 一盒裡面有三個OK 好 那 上面給各位看一下這邊就是 跟你講說巧克力裡面是有包玩具啦OK那另外一邊的話 就是長這樣底部的話有個警告機珠像一個貼紙喔好 當然下面還有一條背後的話就是完全的一個 英文介紹我就 給各位看一下就好了OK OK好 OK好我們現在就來開箱喔OK 我們把這邊把給撕開 OK好 我盒子方面的話我只對玩具的盒子有興趣雖然這裡面有玩具 可是就是 這種盒子的話我是 不太care OK 好那還是冰的還是冰的還是冰的啊 睡到啦 好那他那個 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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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叫什麼 蛋 蛋子嗎 還是什麼 OK反正就是它是跟鏡拿數據蛋一樣 鏡拿數據蛋就是一樣的一個 就差不多的一個造型 可是這個的話則是一個 這邊有一個蝴蝶嗎然後 這邊還是蝴蝶 好然後 他的一個蛋殼的造型 蛋 蛋 這應該指 OK 他蛋殼是巧克力 是這樣 OK 那材質的話基本上應該跟那個 鏡拿數據蛋是一樣的 這個的話 上面的圖片則是一個巴斯光年 還有最後一顆的話也是一個巴斯光年 好盒子的話就這樣 空光了 我們就把它給 OK 丟到樂視重點以後去 那我們首先先從最裡面這顆開始開 好了OK我準備準備一個 碗 OK來裝 巧克力 OK因為我一天不能不能吃太多巧克力 巧克力的話生彈這個對身體不是很好 不要吃太多 所以我我會在這邊吃一顆 其實我我房間我不太希望有 在裡面吃東西 有點潔癖 不太希望長螞蟻 還挺硬的 好他已經碎掉了那我就吃這顆吧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就是融化之後再冰就扣到這個裡面的這個形狀 他就融掉然後你又冰到冰下來他就 結塊然後就有這個形狀出來OK 好 非常好吃啦 就是 一個字 甜的 好啦 可是他 我是覺得比 現在出雞蛋 苦一點點 一開始那個味道 會有點像正常的巧克力 然後吃到最後那個甜味出來 就跟現在出雞蛋一樣 他有一個裡面 正常的出雞蛋裡面是一個白巧克力吧 然後這個 奇巧蛋的話 這是一個 全咖啡色 哎唷 哎唷哎唷哎唷 掉穴穴了不好了 大事不一樣啊 哎唷 吃一下好了 這個就 先拍到旁邊去 OK 好然後這個剩了我先吃掉 好吃 好 很好吃打開 他這次 等一下 好 邊吃邊想不好意思 但是呢他 我好像吃太大口了 但是 這次他全部都是透明渴而已 現在出雞蛋都是黃渴 他趕快放這個 往那一擠 然後就會出來 好的 好的 這隻新的 哇連玩具都冰了 OK 就這隻 春仙桶豬 我忘了他有什麼名字 好 這個沒有 如果他有塗黑色 他就更好一點 好 那他表情有點奇怪 他是冰的 很冰 還挺可愛的 就肥肥胖胖的 好 裡面的話是有附在蛋紙 蛋紙其實就 可以丟掉沒有什麼好看的 好 圖片的話 就跟外包上面這個 一樣 OK 好然後這個不能漏掉 來啃一下 再把它丟掉 好 OK 下一顆 我現在已經有點彈了 實在是太甜了 現在要拿碗了 因為 剩的 今天不吃 改天再吃 飯後點心也不錯 還沒吃完 好 把給打開 好 把玩具 本體也拿出來就好 哎呦怎麼可能 兩個一樣的 我的媽呀 不會三個都豬吧 我的媽呀 那就不用看了 兄弟 我發現他們不能站好 我的媽呀 好啦 好啦 就是這樣 這個就一起丟掉 好 再來就第三顆了 哇 這個 時間也太快了 最後一顆 拜託拜託 這個不一樣的 阿不然金色也可以啊 OK 好 小心一點把它拿出來 拜託 喔 喔 YES 不同的 它是一個金 金色的 所以 等一下我們把盒子拿回來 所以它金色的不只這五款囉 還有這個 這是鋁子 金色的 哇塞 OK 雖然金色 有點 慫啦 不過我覺得這個金還 還不錯 不會說那種很慫的 金色 而且還油油的 這應該會有手油 又彈 不好意思 好 稍微拉近一點 OK好 整個就金色 基本上塗裝就除了金色還是金色 細節的話還不錯啦 頭的話 看不到它 拍到它一個眼珠 可能眼珠是塗裝的 它整個金色 所以就沒有塗了 還不錯 OK我們抽到一個金色 雖然兩個 兩個 兩隻 肥肥的豬喔 OK好 豬的話其實 不是說你想要了 他沒辦法站穩怎麼辦 我知道了 好 暫時先這樣吧 OK好那 這次買了兩盒的這個 奇巧蛋的話我就 共抽到了六款 那兩個重複的豬 一隻豹豹熊 還有這隻恐龍 還有翠絲 還有一個驢子 金色的驢子 OK 沒想到 驢子也有金色 我怎麼都不知道 OK 好那大概就讓這個巧克力的話 再偷吃一點點好了 OK 大概就是這樣 這樣喔 那今天呢 開箱就大概 就到這邊結束了 好那先來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